前民进党员、无党及台南市议员庄宇珠金指控,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家报发送黑寒文宣,意图使他无法当选下届议员,他今天到派出所提告市党部违反选罢法。 南市党部金正石家报文宣是党部所发的,但这并非造谣抹黑,而是陈述事实。 庄宇珠表示,今天接获支持者反映有派报黑寒,内容主要指议长选举中,前民进党议员庄宇珠、蔡秋兰、陈朝来跑票杯谷,犯黑金。 反会选,开除党籍不够,只有选民拒绝,才能让卑谷议员从政坛消失。 庄宇珠表示,他在一场选举没有跑票、卖票、司法都已犯无罪,还他清白,结果是党部单就个人主观看法,不清楚的照片,关上罪名默黑一个人一世的清白,这样公平吗?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执行常蔡立金回应,台南议长跑票事件是台南民主最黑暗的一天,民进党部也深切反省,为什么会有少数不孝的党提名人,在当选之后即背弃民意,背叛人民,进而在议长投票时跑票。 为此,民进党部痛定思痛,发送文宣和支持者们说明,再次强调抗卫民主的价值。 前民进党议员庄宇珠指控,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发黑含意图使他无法当选下届议员。 记者正为真摄影 分享 无党籍议员庄宇珠指控,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发黑含意图使他无法当选下届议员。 记者正为真摄影 分享 无党籍议员庄宇珠指控,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发黑含意图使他无法当选下届议员。 记者正为真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